延續高中籃球聯賽的熱潮 HBO高中排球聯賽四強決賽 也將在三月底在屏東登場 來自高雄的中山工商 要挑戰女子組的三連霸紀錄 另外男子組方面 豐源高商去年在四強賽的第一戰失利 中斷了他們七連冠的霸業 今年他們捲土重來 誓言要搶回冠軍金杯 HBO高中排球聯賽 以及這HBO國中排球聯賽的決賽 將在三月底於屏東體育館登場 延續三月份的學生聯賽熱潮 因為去年輸掉 每個人的那個心情都不是很好 所以今年就會想說 一定要把這個冠軍給拿回來 把他逃回來 豐源高商在一百零二到一百零八 學年度創下七連冠的霸業 去年是在四強第一戰就失利 讓他們誓言要搶回王者寶座 更要替去年的學長們搬回顏面 而女子組的中山工商 則是要守護後冠 挑戰隊史第三次的三連霸紀錄 今年高三的廖家安 希望為高中生涯寫下完美句點 就是特別珍惜 然後也有說就是剩最後幾天 然後好好把握 就是不要讓自己是用遺憾在回憶的 中山工商目前跨季二十五連勝當中 球員們保持平常心 要將氣勢跟狀態維持到最後一刻 另外國中組的賽事將會在二十一號率先登場 連續一週的賽事 希望能夠引爆南臺灣的排球熱潮 華誌新聞潘監任林一文台北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